中国之所以去推动一带一路 不单止是为了去索造他们的领导人眼中的 或者中国领导人眼中的这个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 也都是为了将这个成余的大量的 现在现存的我们的储备是可以投放在 有这个经济效益的一些基建项目 或者海外的这个所谓的新兴科技的发展 甚至就是从而去拉近中国和东盟也好 或者其他一带一路国家也好之间的关系 我想我们想带出的主要讯息就是我们香港人 必须是要走出去去看多一点这个世界 去见证这个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万千的变化和改变 包括东盟一个有6亿7千万人口的区域 里面的人的平均年龄是若望30.3至30.5 是一个非常之轻轻的一个区域 而说真的 在过去这几年来大家都知道 中美的新冷战关系交恶 香港和很多我们以前的西方朋友和伙伴的关系 出现了结构性的紧张 是不幸的 亦都令人遗憾 但是与此同时 我们必须是要向前看 我们无谓再集中在过去沉醉在过去 那种所谓的虚荣感 或者是那种故步自封的一种自豪感 我们要见到的 或者要认真去处理的 和对待的 就是这个世界是比西方 或者中美这两国之间 其实远远离一位大的 无论是东盟 中东 中西亚 还是拉丁美洲和非洲 这个这么广泛 这么广大的地球上 我们香港究竟在二十一世纪里面 有什么角色和功能可以扮演呢 那我们今次拍摄这个节目 就是想突显出 除了说说说好香港故事 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 我们的重点是说好东盟的故事 将东盟最真实的情况 说给香港二致大湾区的观众听 让他们见到 我们心目中的东盟 和这个现实里面 健康是有很大的出人 因为我们往往和这些朋友谈 东南亚 一来就有人说 哦 就是很多罪案啊 很不安全的 又或者觉得 哦 都是这些很落口的 就是山卡拉地区 带烟室箱 其实不是的 你走在亚加达的街头 经常会发现 他的高楼大厦是松南 还有是有众多的 来自外国 包括美国啊 澳洲啊 英国啊 也都有东南亚 诸地的人才 在亚加达那里 去寻找他的商机 和投资机缘 又或者你在吉隆坡的街头上 你会听到马来话 普通话 广东话 福建话 当然听到英文了 这些多元化 这些多文化的杂姓 或者一种特质 我觉得香港很值得学习 因为我们经常说 香港是一个国际大城市 国际大都会 但是言实上 我们有没有想过 其实真正的国际大都市 应当有海南百川 和民族共融 平等地去共处的 这个文化底蕴和纷纷 而我在东南亚 虽然他们这么多年来 是经历过这么多种族的冲突 矛盾和撕裂 但是我在东南亚 是确实地见到 就是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宗教 可以上司 和以不同地共处 所以说真的 我们香港是要从东南亚那边去学习 亦都要想 就是除了经常说 我们要连接世界 连接东南 实际上可以怎么帮他们增值呢 怎么可以吸到他们的资金 和人才过来呢 这些问题 我在那五集的拍摄过程当中 我不断反思 而我可以说的就是 我们曾几何时认为 香港是全世界 最顶尖的几座城市之一 可能四十年前是 但是今时今日 我想我们要面对现实就是 我们有很多区域内的竞争对手 已经在这儿 尝试爬我们 甚至已经超越了我们 我们怎样可以急起直追呢 这个就是我们拍摄 这次一年五集的 《认识东盟》 几个节目的本身的初冲所在 你说主要的信息 除了以上的几点之外 还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呢 我会建议大家如果有机会和有时间呢 即是可以试试去东南亚去走走 看一看 包括我很多的年轻学生啊 朋友们 他们会跟我说 觉得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香港也好 内地也好 经济环境呢 或者前景是令人觉得有点迷茫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就是我们坐在这儿 什么都不做啊 就是守株待兔啊 还是应该更加积极地走出去 去感受啊 和体验一下东南亚呢 香港去金边 是两个钟 若莫两个钟 一个半至两个钟的飞机啊 香港去河内 是一个半钟至两个钟不得 香港去吉隆坡 三个半钟 其实 真的不是很远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 有时间 不妨多些去东南亚 走走看看 在那儿体验和感受东盟的故事 到后来回到来 对自己这座城市 我们这个家园 可能会有更强的归属感 也都可以认知到 它的强处 它的弱项 何在 其实我是很庆幸 今次可以邀请到 五位我本身都认识的朋友 和前辈 接受我们访问 包括杨泳文 新加坡前外长 我认识了他续续有七年时间 从他身上是 学所也获益不少 与此同时 普莱博总统的弟弟 Shim Jojo Hadikusumu 是印尼最为显黑的政治家族之一的成员 至于其他那三位 都是我本身有朋友 在他们身边做幕僚 或者顾问同意 是可以帮我安排到 跟他们见面的机会 包括就是柬埔寨的 这个Dr.Sock Sipana 因为讲到底 我们要去了解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地区 都是离不开人 这个字 如果有资深 有历力 有经验丰富 还有有独立思考的人 可以为我们开启到 通往这些地区的大门 那我是很浪于 在这个开启大门的过程里面 扮演一定的角色 这次拍外景 令我深深体验到 做主持人 是很辛苦 是一个 基本上是要万无一失的 有些东西 你连少少的瑕疵 比如说你背景那里 有辆巴士駛过 这些都是会影响到 我拍摄的进程 和过程 所以事实上 怎么可以拿捏到 去精准地确保 你是录得到 你要录的东西 你拍得到 你要拍到的照片 还有可以是 做成一个 出道街 见得人的节目 其实真的不简单 所以这次的 经历 是令我 我觉得是获益非浅的 因为是见证到 很多时候我们在电视 或者在网上看到 甚至一些自媒体 又或者是我们港人的 YouTuber去拍 很多东西 拍摄的过程 还有背后的辛酸 没有人说 要做很多的资料收集 还有研究 因为说真的 我可以很坦白和大家说 我去拍这一辈节目 那个时候 我的目的很简单 第一 我要问一些 终于五位的大人 什么 从来都未被问过的问题 包括我和 杨外长 就是在拍摄过程里面 我们有说到 神 又涉及到 AI 和女权主义的讨论 又或者和Dr.Soxapana 我们有探讨柬埔寨的 赤简大屠杀 和他今时今日的 政治之间的交纏 和互动 何在 又或者和东盟秘主长 探讨新兴科技 和就是中美脱欧 其实对东盟来说 会不会有良性的正面影响 或者带来是好处 而不是纯粹是坏处呢 这些问题 我都是尝试找多些 就是类似的 可能是这么多观众 以前未听过 或者是没那么熟悉的 角度 用这种方法 去问我们的嘉宾 因为说真的 我不想拍摄 是大家都听过的答案 觉得是 没有新意的节目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失败了 那以来 我是想将更加多的 专注力 和这个 讨论的核心 重心 是放在他们的国家里面 因为我们作为香港人 其实去到东盟 我们首先要做以学习 我是较多是想去探讨 东盟国家 他们内在的困难 他们面对的隐忧和困境 以及是这些众多的大人物 在克服这些障碍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心得和方法律 所以变成重点是放在他们 和他们的国家身上 我尝试为我们的对话 是引入一些比较亲切的 和希望可以引起一般观众 兴趣的 有共鸣的内容 包括我和马来西亚的 《气候边花大神》 去探讨广东话 广东歌文化 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 他身边很多朋友都有听过哥哥 和妹姐的歌 其实我们香港文化 还有很多东西 可以贡献给这个世界 但我们要做的就是 保佑 珍惜 和鼓励更多的本土文化创新 和创新 其实今次我们这次节目 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拍摄和进行 是非常之感谢香港东盟协会 对我们的支持 以一个在香港成立的非牟尼机构 是为了促进香港和东盟十国 就是十一国之间的经济 人民 教育 和种种的交流和往来 所以其实我在这个协会里面 担任的这个职务 就是变相让我可以在 在倡议研究和公共政策方面 作出我一点点贡献 当然这个协会也好 或者其他的身份和参与也好 我都是希望可以以我 作为一个学者的 小小的见识 接触以及阅历 尝试去推动香港国际化的过程 包括和东盟拉近 拉近关系 走入这个东盟 同时也可以将香港的优势 和现存的人才 可以输出去包括欧盟亚 中东亚 以及这个中亚 西亚等等的地区 从而去确立回我们 在二上一世纪里面应有的 国际化的特色 所以你说我对东盟的关注 是怎样来的呢 我想有几点 第一就是 我在一个 自从我进了大学之后呢 我就有陆陆续续参与 在不同层面上的 香港和东南亚之间的 公共政策交流 你说学术层面上 我为何对东南亚这么有兴趣呢 因为我本身研究的 就是非民主政权 和威权政权的管治逻辑 而众所周知 东南亚的民主化过程里面 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经过无数血腥的震压 冲突 亦都有贪污 腐败 壮权 等等的政权 是出现过的 但是 时至今天全世界最大的 伊斯兰教民主 人口第三大的民主国家 都在东南亚 那这个歧视了什么呢 其实东盟 在政治的改革 或者是政权的更替的研究方面 是有着非常鲜明 和重要的启示 是为学术界也好 研究界也好 带来很宝贵的 这个实证的研究的场地 所以在这几个原因 和趋势的搞调底下 再加上我们香港 现在的确是要和 不单止是东南或者中东 而是所有一带一路国家 去促成 这个中国和他们之间的连结 也都是确保我们 可以为这些国家增值 在这些种种研游底下 变相是令我觉得 东南亚是一个 非常之值得继续去研究 继续去游历的一片地区 和土地 也都是解释了我的兴趣 和这个研究的专注所来 当今中国和东盟之间 无疑是有很紧密的 经贸、文化、人民、金融、基建 投资等等的合作和互动 这个是很明显的 而我也认为这个正面的趋势 一来它可以确保我们可以将 现存的 我们有很大量的美元的 美债储备也好 或者整体我们现存的资金 其实是需要去投资 也都值得去投资 在一些高回报的地区方面 而中国之所以去推动一带一路 不单止是为了去索造 即是他们的领导人眼中的 或者中国领导人眼中的 这个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 也都是为了将这个 盛余的大量的 现在现存的 我们的那些储备 是可以投放在 有这个经济效益的一些基建项目 或者海外的这个 所谓的新兴科技的发展 甚至就是从而去拉近 即是中国和东盟也好 或者其他一带一路国家也好 之间的关系 那变相 就是我觉得中国去发展东盟 是一个非常之合理和理性的选择 同时东盟也都需要中国的资金 中国的科技 中国的消费人口 中国的人才 中国的企业所带来的配套 融资 和就是种种的体制上 和文化上的新思维和改革 所以是一个双赢的关系 东盟是一个充满着创意 充满着活力和生命力的地区 为什么我经常强调 我们要把东盟的故事说给大家 就是因为我不想我们 只是停留在80年代 70年代的东盟诸国的印象 就是说 那里都是很多所谓的军阀 这些官员垄断了经济 那些年轻人没有希望 全部要走难错的 这种认知已经是过时 即是今天的东盟 不再是50年前的东盟 今天的东盟有可能是世界的未来 如果我们香港还要保持我们的竞争力 还要做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的话 我们千万千万不要 以为可以守株待兔 天洁下来的 我们就觉得一定是理所当然的 即是我们一定是会有商机 一定会有机会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然的 如果我们不主动去争取 主动去探索的话 机会是和我们拆肩而过 而最终我们是会陷入一种 自我封闭的船窝 和循环里面 所以我对那么多香港的机构和朋友来说 就是我最大的忠告或者提议 就是去多些东盟 认识多些东盟的朋友 和尝试透过东盟去了解 这个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 正在发生什么的变化 不是那么简单一两句 就是说我们这个势头很好 或者西方一定是不行的了 这些那么简略那么粗暴的二元分化 或者所谓笼统的论述 不是我们接触世界的最佳方法 西方固然有很多问题 但是西方仍然有它的价值 魅力和软实力所在 我们香港要向它们学习 东盟固然有很多结构性的障碍和缺陷 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珍惜在那里的商机 和人才的资源 而中国是 现在正在处于一个比较艰难的阶段 但是作为国家一部分 我们是要居安施危 同时想 如何去发挥自我的所长 去做回我们应有的本分 我想这个就是香港要做的 也就是香港人可以做的事 喜欢明家分析 记得给like和分享 支持和订阅卓健明家 最紧要按这个钟仔 就不用错过今天的芯片 如在那中转 templates